年轻男子突患怪病 我就发现这个现象觉得不对劲 就感觉真的就像那种犯女一样的 老三两名的基因全部报纸 入院检查 病因却无法查明 如果我们考虑的话呢 是不是有心脑血管的这个症状 一次普通的感冒咳嗽 一次看似正常的服药背后 给人们带来哪些警示 平安365急诊24小时即将播出 镜头前的男子名叫宋康 30岁 他原本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和一个深爱他的妻子 可是几年前 在宋康之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使他有了很大的变化 变得好像不近人情 搞得跟亲戚朋友都越来越疏远了 恨不得把他赶出家里面去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王女士对自己的丈夫这么气愤 在宋康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宋康来自湖北省 十年前他和妻子王女士从老家来广州打工 经过多年打拼 两人终于在广州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然而在两年前宋康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 而这种怪病也彻底打破了这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由于丈夫在三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 起初王女士认为丈夫的不适症状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 赶紧给他服用了一些降压药物 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 宋康的病情却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就全天都是冒汗 打哈欠 反正看着他就很痛苦 根本就扛不下去 手指不会动 我能往上面动不了 就只能往下面动 夹筷子都夹得好 宋康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王女士十分担忧 难道丈夫得了什么病 她赶紧陪丈夫到医院检查 去医院看就是低甲症身体 本来就不好 清肠也不吃饭 然后呢 就本来有高血压 当时就想着是不是又好像吃坏了身体 又有什么问题了 甲在人体内的主要作用是维持酸碱平衡 参与能量代谢 以及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 当体内缺甲时 会造成全身无力疲乏 心跳减慢 头昏眼花 严重缺甲 还会导致呼吸机麻痹死亡 经过治疗 宋康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低甲症 医院并没有找到病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康手抖无力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甚至连她的性格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打哈欠 瞌睡 性格变得迥异 丈夫的一系列症状 都让王女士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我就发现这个现象觉得不对劲 这就感觉真的就像那种人犯瘾一样的 该不会就是那种 真的像别人吸什么吸毒啊 我当时自己心里面也有个想法 经过再三确认 得到丈夫并没有吸毒的伟大 王女士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但是看着丈夫每天无所事事 懒惰试睡的样子 王女士就感到十分气愤 两人之间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 因为这个事情呢 我就说她 其实上呢 好的 哄的 骂的 什么都说过了 到了后期她就变成了是那种 好像刀枪不入了就 也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很多时候 就是那种 要么就 也 你怎么说她她也不说话 就不理你 逼得你也没办法 你也奈她不合 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王女士心里感到十分疑惑 丈夫到底怎么了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导致宋康滴血甲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又是什么原因 让宋康的性格发生变化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其实像宋康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宋康通过网络查询到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曾经治愈过他这样的病例 保着试一试的态度 宋康来到医院就诊 今天来就诊是哪里不舒服啊 有鼻涕啊 然后打发现啊 他的反应是比较呆滞的 还有就是说对答 都是比较迟缓被动 语言的这种表达 也非常的这样子 匮乏的这样的状态 跟人交流 好像都很费力 王主任在与宋康的沟通中了解到 除了打哈欠 试睡之外 他的血压 一直非常高 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00多 熟张压的话呢 也达到160 180 在这几年都是很不稳定 然后有几次呢 就有低甲这种急救 还有几次呢 在家里面 就人就不会动了 就整个就麻痹的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考虑的话呢 会不会有心脑血管的这个损伤 通过询问 宋康一家人并没有高血压时 望着这个体重不足百斤的男子 王主任感到十分诧异 造成宋康血压升高 甲元素下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由于担心低甲 对宋康的心脑血管造成影响 王主任安排宋康 做了心电图和脑部CT 同时对他的血深化 肾脏等方面 做了进一步检查 由于无法判断病因 王主任请来心血管内科 肾内科等科室的医生进行会诊 经过讨论 排除了宋康病情是原发性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他的身体出现异样的呢 王主任再次对宋康病情发展过程 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而这一次 宋康也向王主任 透露了事情的真相 我们就给我们介绍 他有长达五年的热药肝草片一样的定数 而且那里的气量是不渐增大 从最初的几片 后面呢就几十片 到最后现在目前呢 就是每天要四五百片这样的量 辅方肝草片是一种正格驱谈的药物 价格低廉 药效显著 很多人家里面都会备有这种药物 既然是人们经常服用的药物 为什么还会使人上瘾呢 复方肝草片呢 是一个符合制剂 那它在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成分叫做阿片粉 它呢主要就是起到中枢性正咳的作用 大概呢每一片肝草片中 含有四毫颗这样的量 那么这个阿片粉呢 本身它就有一个成瘾性 它们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说 这个药有这么厉害 好像说意思说吃药嘛 毕竟跟吸毒不同嘛 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厉害 而到了医院才知道 它这个比吸毒更更更更更 原来五年前 宋康患上了一场普通的感冒 咳嗽的非常厉害 想到复方肝草片能快速止咳 于是他自行从药店买一瓶服用 我们家差不多咳嗽都是出去的 吃了应该有十来天嘛 吃了一瓶服用 那它那阵子可能咳嗽的比较厉害 就吃了这个 我也觉得很正常 渐渐的宋康发现 一旦停药 自己就会出现腹泻的症状 想着 复方肝草片是治疗咳嗽的药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 于是他不断买来服用 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 我好像第一次吃了 差不多二十倍 吃了的话 这一副也轻轻的 加大服用药量后 身体会有一种轻松和愉悦的感觉 渐渐的 他形成了每天吃干草片的习惯 吃了差不多一两年 就开始有高血药了 当时我就发现了 就发现不对劲 而且呢 他整个人也瘦了很多 当时也觉得 他这个毕竟是能药店 能很轻易的买到 就想先跟他沟通 让他去借 他也同意了 很快 宋康发现 借除药引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前两天 还能强行忍住 到了第三天 他发现 根本没有办法 再继续坚持借下去 就把他现在留营内 他身上去积极 然后心里会很煩躁 就一分钟都带不了 马上又可以找药 从此以后 宋康瞒着妻子 开始大量服用肝草片 长时间大量服用肝草片 使宋康身体积存过量的钠 引起高血压 血脚流失过多 引起低血脚症 持续的血压升高 使他的身体越来越无法承受 由于身体再也无法承受药物 带来的危害 宋康决定到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借除药引 这样咳嗽的药物 为什么会使人服用上瘾 人们常服用的药物 又存在哪些隐患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因为宋康多年大剂量服用药物 已经给他的身体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王主任根据宋康的状况 采用全麻脱瘾 与心理和药物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 它就相当于把我们平时戒瘾的时间 一般大概7到10天 缩短到6到8小时以内 进行一个急性的瘾的诱导 那么在这个6到8小时之中 用在麻醉状态下去 那么把体内的这种成瘾物质 进行更快的代谢 然后排出体外 诱发这种急性的阶段症状 缩短它的阶段期 达到快速排除的效果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 宋康的病情得到缓解 但是新隐症状还有依赖性 需要慢慢解除 由于复方甘草片中 含有从婴塑壳中提取的成分阿片 服用时间过长 容易产生成瘾性 对人体危害较大 从2005年12月22日开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按照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分类管理办法实行 和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将复方甘草片 复方甘草含片 按处方药管理 按照国家规定 处方药的购买 必须有医师开具的处方 但是对于含有麻黄碱类成分的复方制剂 在购买时 药店人员还需要登记身份信息 同时控制出售的药量 那么既然没处方药 宋康又是如何买到的呢 就是那些私人老板 你跟他定的嘛 他一个月可以 定个二三十盒 然后找多两家药店就可以了 他们拿出台几块十来块 卖给我上四十 那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复方甘草片 到底能不能随意买到呢 记者也随机走访了几个药店 有甘草片吗 只不过我都看见了 这是不是 这个啊 是哪 咱们才见 七九块八 要新闻证 哦 能拿新闻证 新闻证号记住吗 新闻证号能记住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部分药店在复方甘草片的销售上 十分随意 只要顾客提供身份证号 无需身份证原件即可购买 这种行为明显是违规的 希望有关部门 对此种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处理 那么 对于这些随时都有可能上瘾的药物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服用呢 像是这个含有这种成瘾成分的药物呢 大多数在我们国家都是处方用药 那么在处方用药的情况下呢 还是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 规范的啊 去用药 那一般情况下呢 像这个复方看照片 我们都是三四片三到四片 每天服用三次 大概不超过一周 那当你吃这些药物 比如说有这种心快感 或者是说呢 就是你感觉到 好像吃几片没有效 有那种想要去加量的 这种心理的渴求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 大家就要留意 会不会说对这个药 已经产生一点心理上 或者身体上的依赖了 平安365提醒观众 让人成瘾的药物 大致可分为三类 镇痛药 如麻酥 可带因 去痛定等 镇静药 安定 利绵凝 素可绵等 中枢兴奋药 如去氧麻黄素 咖啡因等 服用药物时 要根据病情 选用适当的药物 切勿随意增加药物的剂量 正确的做法是 在医生的指导下 调整剂量或换药 画面中这位正在呼救的男子 就是这间房屋的男主人 2017年4月10日清晨 浙江省慈禧市的这间老屋 突然坍塌 一对夫妻来不及撤离 被埋压在房间里 你跟他们说 快点拉我 衣服还没脱下来 衣服 一个小时后 浙江省宁波市 慈东消防中队的消防员 将两人安全救出 目前 夫妻二人身体状况 一切良好 据妻子回忆 早上她听到房顶有异响 但并没有在意 没想到几分钟后 房子就塌了 由于当天雨势过大 这才导致了坍塌 平安365提醒您 老旧房屋要定期检查 房屋质量 发现异常情况 要及时撤离 避免发生人员伤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